原标题 主运与仕途 还桌上发迹的北洋阁臣之首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312 饭价芝麻可就吃屈 越野至今终归刑犯 在北洋史上 阁臣之首可是把扎定的交易 就连机关算尽太聪明了 幻海水晶狐狸徐士昌都避之不及 毕竟这位徐相国熟念 杀军马者道庞 而且即便是威望超然的 北洋团体元老 如北洋之龙芒是真掩盖不住场子 北洋之虎段其锐 更是会气歪了鼻子 但是末代北洋和臣之首攀附 却是一位好官我自为之的爵 攀附在位一年 是北洋军阀三十二次组合中 寿命比较长的 此人资历平平 雍言雍行 却能清云直上 在四十岁刚刚出头时 因任中处回首 攀附生活好使 适度呈现 是北洋浣海中有名的花花公子 小小赌注 在他手下变化出神奇的魔力 从而官运亨通 仕途佛摇 攀附昨晚戏军阀骨干 信云鹏氏 同乡两家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